现在我们来讲测量 测量的话在我们平面以内 二次元的平面内的测量的话 分为五个基本测量 第一个我们就讲测量元 测量元的话呢 我们有三种方式 在神说明书里面也有三种方式 我们第一种方式就是手动取元 比如说我要测一个元测这个元 手动取元选择功能键 功能键的第二排的第四个 就是手动取元 点下这个功能 然后呢在这个元上面 至少要点三个点 因为三个点才能够定一个元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元比较大 你可以点三个或者三个以上 在这上面可以加减 但是最少要三个元才能点点 在这个元的边上点三个点 那么这个元就测出来了 那么元的直径半径周长 面积增圆度 这些几何属性 元的几何属性这里都有 都看得到 面积直径周长面积都有 直径这是一毫米的圆 这是一毫米的圆 这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第二种方法 我们是机器的自动测元 自动测元分为大元和小元 什么是大元 什么是小元 我们要讲清楚 小元是指在当前画面下 能够看清整个元的所有的组成部分 那我们称为小元 那这个就是小元 同样的 我们摇到这上面来 那么这个元我们只能看清 它的其中的模型部分 看不全 因为机器的倍数放大了 那么呢 我们就称为大元 那自动测量元当中呢 大元和小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讲测量小元 小元是指 在视频引力的元 我们称为小元 那么呢 它的功能键是 第二排的 倒数第二个 这是第二排 倒数第二个是这个 我们启动这个功能键 在元的里面 任何个位置点一下 那么这个元就测完了 那么圆的直径半径 所有的属性 只有属性 这里都有 如果说我们只是要看它的直径 那么这里就有标注直径功能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CAD的简易功能 那么我们标注这个圆的直径 这个圆是一毫米的圆 我们标注它的半径 标注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没有用过CAD 他不知道 标注是指在圆的边上点一下 往右斜上方上拉就可以了 好吗 那么我们要测大元怎么测呢 如果说机器自动抓取大元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大元 我们应该怎么测呢 首先找到产品的工件 那么找到功能键 功能键是第二排的倒数第三个 这个哈 选择这个功能 第一步 第二步 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 点三个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然后呢 机器 软件里面会自动跳出一个 红色的圆弧 抓边框 我们可以把这个框 沿着我们的测量对象 什么是测量对象 就是我要测这个 我们称为它的测量对象 沿着我们的测量对象 进行一个拉框 或者是方向进行一个掉头 方向怎么掉的呢 把光标 这个叫光标 放在你要掉头的位置 放在这个红色框框的边上 它就会出现一个对拉的图标 那么呢 我们按着左键不动 拉到对面去 那键头就掉过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 空格键 按一下 那么机器就自动 把我们锁住这个边了 同样的方法 我们 在这个看的键的地方 移动产品 在其他的看的地方 再点三个点 再按一下空格键 那么像这种操作 要至少执行三步 三段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执行两段了 再点三个点 再按下空格键 那么呢 这个圆我们就70%的轮廓 我们都已经把它描下来了 最后一步 按回车键 这个圆就测好了 然后圆的几何属性这里都有 好吗 那么整个测圆的方法 三种方法 一个是点取圆 一个是测小圆 第三个测大圆 都讲完了